大家好 Robert Black 轮胎 如果你买来的套件呢 它是塑胶的 那当然只能囤 就囤轮胎啦 就要涂上去了 那如果你是橡胶的 那就不用了 那之所以我今天用轮胎黑 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座子 就是给大家的 送给大家可以 不要倒掉 因为它塑胶品很容易倒 轮胎黑呢 在以前二三十年前 没记错的话 我讲错就是我 这个轮胎黑还没出来之前呢 那我们是用18号 Tamiya就给你用18号 那颜色当然就有点 比较没那么漂亮 半光泽 而且是轮胎的颜色 又比半光泽再灰黑一点 出了18号 但是18号我在用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它 嗯 会不好涂 要加松 对不对 加香蕉水 它的水性溶剂呢 加下去 可是它 它还是会 融不开 我笔涂有点困难 那 后来我就 改用香蕉水 改用香蕉水的缺点就是很臭 非常臭 不管是颜料的过程 或是洗笔的过程 Tamiya其实有些颜料 水性颜料 有些 有些压克力颜料 它虽然说是水性 但其实它的 田工水性溶剂 它是不能跟它做很好的配搭的 那我们来试看看 我们这一次 拿到的ICM的颜料试看看 我换个眼镜 因为老花了 看镜要用眼镜 所以动作慢一点 来 那涂的过程中呢 可以夹一支笔 夹一个 夹一支夹子 然后可以滚动 然后可以滚动 那夹这个 那我用手拿好了 因为这样 CAMELA好像拍不到 来 好 这样子 可以看得出来它的 粘稠度 那为什么我会有架子呢 其实当然是方便嘛 另外就是这个动作 我们沾一沾之后呢 在笔盖上这个动作呢 是它的粘稠度 那当然是我的习惯 因为我 除非我要调色 我会拿调色盘 但如果一般 我以前的习惯就是 颜料 我要用的颜料 我就直接在瓶盖打开 就用了 你看到没有 我手差点又抽筋了 真的很粘 它的颜料 我们不能说人家不好 它的颜料的配方 有点像 沥青的那种感觉 搁搁这样黏黏的 会黏黏 黏的过程中 这个瓶盖会宽嘛 齿 这个芽很粗 那它就会 留在里面 我曾经尝试每次用一次就 用个布啊 或甚至去 吸一下擦干一下 但是 就麻烦了 好来 那刚刚我们试的情况下 比较搁 所以我加了一点溶剂 酒精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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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药局都有的麦 你可以看 涂上去 抱歉 抱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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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已经没办法再放大了 啊 这样子 好来 这样 当然啦 黑色的覆盖能力 当然就是最好的 如果这个颜色都不能覆盖的话 这颜料也可以扔掉 这颜料也可以扔掉 涂上去的橡胶黑 焦胎黑 然后边边 然后边边 涂一下 甚至我在补第二次的时候 它不会 补第二次颜料它不会翻起来 有的颜料会这样 你擦第二次的时候 它原本下面那层颜料 它又被你翻起来 一个是覆盖力不够 一个是颜料被翻起来 那这是我们刚刚涂的 今天的湿度呢 是百分之八十 那我刚刚测试的结果呢 十分钟之后呢 它的 有座子 但是还是要盖起来 不用就盖起来 太危险了 上次打翻一屏 红色 红色 红色整个被我打翻了 十分钟之后呢 就这副德行 就干了 而这种苍白又亮的感觉 就是轮胎黑的特色 轮胎黑的特色 那 这一次的实验呢 让我感觉到就是 我不再需要去闻 那个次别的溶剂的味道 不管是颜料或是 溶剂的味道 而水性颜料已经开发到 当然水性颜料是水为基底 但是不见得用水就能用 不能用水就能用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新的水性颜料 新的水性颜料 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没有那种刺鼻的味道 这是我希望在家里工作 或在家里做模型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享受到的一种 一种很愉悦的开心的工作环境 工作或是工作环境 或是我们在家里我们使用这种颜料 做模型不要影响到家人 让他们能够接受我们这种事 很多朋友有跟我聊过 他只能宿主 为什么 因为他颜料不能涂 不管是这种水性颜料 以前的水性颜料 或者是 更不要讲法郎漆 更漂亮的颜色更堵更臭 分享给各位 谢谢大家